台北地方法院昨天裁定将涉嫌贪污的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 再延长积压境界两个月 不过今天涉滩案再报案外案 周刊爆料特征组调查发现 某都更案请托林毅士协助 遭林毅士索汇一亿元 林毅士还要求把现金换成等值的裸钻20颗 借此洗钱 不过没料到建商准备好的裸钻还没送出 林毅士向蒂勇公司负责人陈启祥所会案先曝光 那么对于周刊报导部分 监察总长黄世民和特征组的回应是 报导者需自行负责 检方不予澄清